疫情在日本也是急速升温 传出了名人上皇 在一个多礼拜前开始发烧喉咙痛 甚至缺席了天皇的生日活动 让日本全国民众都很紧张 这是根据了日本皇室新闻的记者表示 名人上皇大约是2月18号 开始出现了发烧喉咙痛等现象 虽然没有严重的高烧 但日本现在武汉肺炎的疫情蔓延 导致这件事情引发了不少讨论 甚至还有日本的民众担心 名人上皇是否染疫 不过目前尚未有任何消息指出 他确诊或是疑似遭受感染的现象